老师还有个 听着有声音吗 金老师我的有声音吗 有有声音有声音听着听 那个五十五章二十一节那个地方 五十五章二十一节 OK好怎么样 这里这个 so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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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soothing是什么意思 soothe soothing就是很像他的声音 我们汉语也有一个词 有人翻译成舒缓 舒缓 让什么很舒服放松的意思 OK 舒缓下来 舒缓 OK好 所以比如说我们常 我常常看化妆品广告 所以这个我 化妆品广告里常用这个字 OK 这个可以舒缓肌肤 有没有 让你的皮肤很舒服 soothing your skin 有没有 放松 比如说卖什么面膜的啦 卖这个霜那个霜的擦脸的啦 什么东西 可以soothing your skin soothing soothing就是放松 舒缓的意思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soothing 有什么 老师那医生打针的时候说 你放松一点 可以这样吗 哦那个没有 那个只是relax 音乐 都是从里面都舒服出来的那种 它是指人非常放松 舒服的那种状态 是很愉悦的状态 OK 所以有的时候卖吃的卖喝的 哎呀你吃了我们这个以后 呃什么什么蛋白 什么什么这个啊 那吃了以后 soothing 就让你整个人心情愉悦 放松 你吃这个维他命 吃完了以后 soothing right 从里面到外面都出来 都放松 都舒服了 soothing soothing your skin 我又买了个什么特别的船 什么 做了个什么特别的沙发 哦可以可以可以的 这个某种鞋子 哎呀你穿我们这个本公司的鞋子以后 好像踩在云端一样 soothing 非常舒缓 是吧 soothing 你穿了我们这个羽绒服 别加羽绒服穿的重的不得了 我们加羽绒服一穿 soothing 对不对 soothing 什么面膜啊 也来这一套 对不对 soothing OK 擦了以后 哇简直敷了这个面膜以后 心情刻好刻好 然后我们这个 非常舒缓 你的肌肤 OK soothing soothing 中药有的时候说 哎这个适合妇女 你那个什么 大姨妈来的时候 你吃了这个 特别有舒缓的作用 soothing 那个舒缓的作用 就是这个soothing soothing 一定是从里面出来的 而且包括整个人都不紧绷 放松 这个是soothing 做瑜伽 也是常常告诉你 要soothing 有没有 因为他借着吐气 吸气吐气 吸气吐气 他让你放松 有没有 有的人说散步 也可以soothing啊 有人说游泳 运动 可以让他soothing 那就个人不一样了 有人说早起 我就光躺在那看那个 看云啊 看我们家后院的鸟 我就soothing 有人喜欢家里养狗养猫 soothing ok 这个都是可以 所谓的舒缓 就是让人得到放松 而且是从里到外的舒服 感谢您的